Odia Jungle 全球化、反建制、民粹主义光环的特朗普在外界的兴奋、不安、焦虑中入主白宫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在美国国内推动改革,还在美国优先的理念指导下 企图把改革之风吹向国际舞台,谋求通过调整美国对外政策为自己赢得政治认可,为美国赢得战略利益 然而,受制于国内建制派的约束、国际力量的反塑造力、特朗普任内美国外交的开局之年既有变革也有延续 而变革的负面效果,正损耗美国的战略信誉、变革的一面突出体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待全球治理、国际机制和多边机构的表现上 他颠覆了奥巴马一贯坚持的多边主义和理想主义路线,为兑现竞选承诺,稳固持有本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选民基本盘 在全球治理领域大步后退,自私自利一面凸显 首先,在全球治理的标志性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倒车 特朗普政府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在10月12日宣布,废除美国的清洁电力法案 尽管美国一些联邦州、城市和大企业作出承诺,以非国家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但却少美国整体参与,气候变化领域更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次,退出或不支持部分国际组织或协议 在伊核协议上,特朗普2017年10月以伊朗没有遵守协议为理由 把皮球踢给国会,引发伊朗强烈不满 近期虽然特朗普宣布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措施 但仍然对欧洲盟友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其在120天内拿出更加严格的后续条款 否则美国仍将退出协议 最后,以不符合美国利益为由,破坏区域经济治理规则 特朗普不仅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或半关系协定TPP 还施压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PTA 特朗普推动重来或另洗炉灶的做法 不仅会造成区域经济治理混乱 还以造成全球范围保护主义死灰复燃之势 导致各国间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风险上升 为全球化前景分天不缺定性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地区战略和大国关系问题上 对改革和突破虽心向往之,却力所不待 特朗普执政之初,由于其缺乏从政经验 内阁官员及涉爱部门标源迟迟不到位 外界普遍预测其难以出台全面综合的对外战略 但特朗普却报复性地在首年接连抛出五大战略 包括打击以斯兰国战略、阿富汗战略、伊朗战略 对朝鲜的极限施压、战略和印太战略 细细品来、上述战略多数新平庄旧旧 从目标、方式、手段等任何一点看 都算不上战略性变化、充其量 只算得上战术性调整 比如阿富汗战略,只是赋予军邦更大自主权 模糊了增兵的时间表 极限施压战略仍依靠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等传统手段 印太战略是对亚太在平衡的改头换面 却缺乏有效的经济支柱和多边机制等 同样,特朗普在处理对俄、对欧、对华等大国关系时 在初期一度雄心勃勃 想大干一场 但之后愈发接受了大国关系的 既有规律和客观约束 不断向传统路线靠拢 美俄关系上 特朗普一直对俄罗斯及普京态度暧昧 曾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 无奈美国国内道特力量 揪住通俄门 甘选门不放 严重恶化 美俄转环氛围 特朗普在对俄政策上提前跛脚 美欧关系在经历一系列频繁的高层互访后 进入平稳轨道 但双方在对战后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认知上分歧深刻 暗流涌动 中美关系在经受最初特朗普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的波折后 逐步起本向好 尤其是三次元首会晤 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有利确保两国关系勤稳致援 因此 特朗普质疑全球化 多边主义 国际机制的理念与植树胸义 改作改为 颠覆过往的性格确实鲜明地体现在首年的美国外交师策上 特朗普的小聪明是自认为 全球智力更强调远期发展 责任和道义 是无硬性制约力的领域 自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 地位可以为所欲为 想退就退 其他国无可奈何 特朗普在面对硬碰硬的大国政治博弈和地区战略设计时 则无法随心所欲 显得更为谨慎 但特朗普或许不明白 这种精打细算 缺乏关切美国和世界长远利益的做法 只会将自己推向历史潮流的另一面 让美国再次累大 恐怕只会成为一句无人喝彩的自说自话 美国在世界的战略信誉也会随之大打折扣 孙承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海外网专栏作者 最多的参考